变动车竞争激烈 尤其指标性大厂 特斯拉就被爆出 产能过剩危机 库存水位大幅提升 甚至有人发现在他们的 德国柏林工厂附近 疑似堆放了大量的新车 因为有数据显示 原本在2023年 库存只有百分之二 2024第一季 还有四万六千多辆没卖出 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点七 目前美国电动车库存天数 更是来到了一百三十六天 比起所有汽车平均 七十八天还要高 为了吸引买气 特斯拉降价求售 还打算推出新评价车款 过去一年价格下跌了百分之八点五 但是美国市场这样反映 相较于油车也会受影响吗 其实就算有也没有 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当然有想过 有没有考虑换电动车 因为可能是个未来的趋势 可是后来看它降能这样子 我们会觉得很不稳定 会觉得说 是不是会有更便宜的价钱 要价格出现 因为买完 如果你又降那么一大 降幅那么大的话 我们会想说 哇那我们的车是没有不值钱的 进口美国肌肉车外汇车商认为电动车的价格不断更动 但不至于牵动整体市场销售 因为被归类于高价位的豪华电动车款销售依旧亮眼 而且价格下跌后势必会影响到的其实是二手电动车市场 台湾的价格是联动美国的 只要美国一降价 台湾大概管个三天左右 早期的特斯拉它的价格是蛮稳定 因为台湾缺车 但因为现在车子太多了 而且特斯拉其实在最近其实卖得不好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促销活动 那促销活动的时候 当然新车一直要促销活动 中古车的价格就很低 但是在保值的部分 目前看来 所有的中古车的价格 跟我们的油车的跌幅差不多 没有说比油车差 但是以往是很保值的 但现在跟油车差不多 如果一个五年车都删的话 大概还有一半的价格 虽然电池的健康程度 确实有人担心买来后就得修 不过真的要坏 达人说其实蛮难的 而且目前趋势下 各国都在大推电动车 也有补助优惠 再加上价格下跌 民众买单吗 德勤集团他们之前做过调查 访谈了两万六千名的消费者 他们来自二十五个国家 发现不少人在挑选 下一辆车的时候 依旧是想要选择油车 不过愿意买纯电车种的 国家排名分别有 韩国 中国 德国 以及日本 而且日本的消费者 其实他们更愿意选择的是 插电式的油电混合动力车 通行中的部件一定是以 人口密集的大都会为主 所以大家都知道美国就是东岸跟西岸 是人口跟城市最密集的地方 所以当初的这个充电桩的建设 集中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地方 但是美国人很喜欢跨州旅行 所以你只要从东岸跨到西岸的时候 或者要中间的时候 中部的时候 那时候你的充电桩反而是比较不便利的 这时候对于消费者 电动车车族而言 他的使用体验就是比较差的 可是台湾不一样 现在台湾有非常多的第三方的充电 然后他们在布局的 这个有点像是 即便你想要一日环岛 或者是两日环岛 你都可以有一个非常好找的 这个环岛的充电网 确实在日本可以在家中设置充电桩的少之又少 纯电车的需求在当地市场比较低 但有车媒做过相关调查 其实对于电动车的资讯不充足 依旧是充电地点 还有后续的后勤保养 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 连政府补助方案都是不太了解 因为用车习惯 再加上缺电焦率难解 降价恐怕不是让销售数字好转的零药 TVB的新闻 中德荣歇伦台北采访报道 物价上涨全民有感 根据调查有三成的民众表示 每月财务入不敷出 更超过七成的人 每个月总支出增加超过一千元以上 省仙导人指出 每样消费都有选择跟替代性 取决在于你的价值观 搞清楚需要跟想要 从小地方开始生前 仔细挑选中午要吃的便当口味 价格也得看仔细 欧文在台北上班 发现午餐便当跟几年前相比 涨幅很有感 随便买都要百元起跳 因为午餐会想要吃饱一点 下午才有力气做事 所以预算大概会控制 一百五十元以内 那就是希望尽量在一百块以内 这样像今天因为吃的是鸡腿 所以他就会往上变到一百二十块 但是可能以前在学生 就是这个金额 可能差不多一百块就有涨 外食费涨太凶 欧文为了省钱 有时候宁可不吃早餐 三餐直接变两餐 一天控制在三百块内 因为相较四年前 房租和外食费 两项固定支出越来越贵 四年前在外食费用 差不多会落在七千八千左右 一个月 然后到四年后的今天 差不多一个月会抓到一万上下 之前也是在台北市内自己租房 然后差不多那时候的费用 可能抓到一万左右 但是出社会之后 就会开始发现在台北市内 可能你要到一万二 甚至一万五 然后它的大小可能都是差不多的 甚至它还会是一个分租的套房 薪资的涨幅跟通膨率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来看的话 整体的实质性薪资是负成长的 虽然只是非常歇尾 但是这可能会影响到每个人的民生消费 可能会觉得东西看起来都越来越贵 看看台湾全体受雇员工 实质经常性薪资 已经连续三年负成长 今年第一季也依旧落入负成长 年减百分之零点零九 基层的受薪阶级饱受通膨所苦 每月努力控制开支 不然不到月底就会见底 货价上涨全民有感 根据调查有超过三成的民众认为 每个月的财务入部敷出 更有超过七成的民众表示 仅半年来月支出 每个月增加超过一千元 因此如何减少非必要开支 和转变消费习惯 就变得相当重要 像这个是用来洗这种 会容易刮到的这种国物跟国具的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就是从我一件 要丢掉的那个毛衣 我剪了一段之后把那个线头拆出来 我就请朋友帮我勾成这样 不会用的毛线 织成去油屋的洗碗布 别人眼中的垃圾 不要的锅子 在省钱生活达人张伟明眼中 都是有价值的珍贵资源 退休后依旧节约过生活 每月家庭开销控制在一万元引令 面对通膨物价越来越高的时代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是我们昨天买的七块加勒服务的西食区 如果去买真正价值上面的正常价位的 它就是这个价 稍微选择一下 其实你就可以不需要那么大的支出 水电瓦斯 还有家里的无线的WiFi 这些都是每个月要缴的账单 就是每个月 我们大概才一千多块 那剩下就是我们的其他的日常的开销 包括我们的娱乐 包括我们也是会有外食的机会 不浪费食材 喜悟爱物 张伟弥说每样消费都有选择跟替代性 取决在价值观 如果月入三万的上班族 想要过愿花费五万的生活 当然会觉得入不敷出 要去盘点自己的每个月的收入是多少 再来就是你要自己去思考 你每个月想要过花多少钱的生活 才是你理想的 如果你发现这两个不对等 例如你可能每个月只赚五万块 但是你想要过每个月花十万块的生活 那就表示你目前的这个阶段 选择了不适合你自己的价值观 你当然会碰到的问题就是 你会去抱怨薪资低 物价又高 永远追不上 想要过的那个生活永远都会没有 这会很严重去影响到 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很多不同的观点 搞清楚需要和想要 从小地方开始省钱 选择适合自己现阶段的价值观 重新检视生活习惯 开源节流增加被动收入 才有机会战胜通膨巨瘦 TVBS新闻 黄冠伟的电视台北才放不倒 今年国小的价值大开缺 代理老师上岸考证 是老师的最佳机会 一部分是因为遇到年改后的退休潮 另外教育部也要求各校 降低代理老师的比例 要维持正式老师原额的8% 但调整步伐太快 各校还是有代理老师的需求 也让校方担忧再上演代理老师谎 校园内老师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每年更有心协加入 而今年国小教证开缺 全台可说是大真才 最多的是桃园开出700个 新北进600个 台北也有461个 而非六都的彰化屏东一栏 开缺人数也是创下近年的行高记录 第一个是各县市把代理教师的缺 都压到8%以下 符合教育部的要求 第二个部分有部分老师 在这种教育环境之下 有提早退休 所以也会增加一些缺 第三个是各县市 也将一些专长缺都开出来了 也正巧是年改后 第一波大退休潮浮现 就得赶紧招考新鞋 第一大主因就是要扭转 代理和正式老师的配额 今年的大开缺 可说是代理教师上岸 考上正职的最佳机会 过去出现代理老师过多的问题 所以教育部严格规定 各校要落实代理老师的总原额数 应该是正式老师原额数的 8%为上限 但是却在第一线的教学现场 出现了问题 甚至还会面临到开学 找不到老师的窘境 当缺大量开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也许很开心 他可以上岸了 但是变成说学校能选的人 其实会有限 尤其像今年 较真很多大壮期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有些县市开出来的缺额 甚至报名的人数还不到缺额 过去可能就是缺都存起来 怕少子化 要超额 但是这三年又大量放 快速释出缺额 就怕把关上更困难 再加上已谈好视频的代理老师 也想把握机会上岸 但学校还是有需求 难保曾爆发的代理教师荒 不会再度上演 而政策鼓励释出代理缺 但一下子步调太快 也会让学校措手不及 另外第一线的教学现场 正式的问题是 双语本土与国小缺很大 而国中更是生活科技 同军以及资讯老师 部分县市招不满 状况更是逐年加剧 开正式老师却补不满的 就只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不存在现场的 这样子的人 像双语的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业界的一个薪资各方面 比教育现场来得好 那他当然是往这个业界去 他不会留在现场 国中今近几年 大概生活科技 资讯方面的找不到 学校想要实施双语教学 但是师资的配合上 在师培机构 没办法有效的提供 这个造成基层学校 在推动双语 有一些力不从心 以双语本土语为例 政策上路师资却未到位 从师培端 是否就要先加入相关课程 补足教学现场的需求 其实可以收集 到底学校会缺哪学老师 其实可以多少做一些预测 甚至都还是在 值钱失陪的这里 去做一些合理的 原额的调控 科技老师 这些已经很明显了 他就不愿意进来 包括现在一直在讲 理工方面的 高中方面理工的 其实也都碰到 类似的一个困境 这个问题归根究底 就是你没有吸引他 你整个一个薪资的水准 在整个教育环境底下 这些年轻人他也认为 他也会考量说 这是不是我要去的 即便少子化 但资深老师会退休 还是需要有新老师的加入 要为后续进入教学 现场的需求做准备 或许从失陪体制 就得先超前部署 台湾被称之为兰花王国 每年内外销的金额 高达70亿 可是兰花需要细心的呵护 而且不是每年都种同一种 品种的花 也因此人才出现断层 穿说在温室里 一盆一盆的仔细检查 确认花梗是否有质 歪掉了就要细心调整 要甲 然后花梗才会挺 挺的这个花 会开得很漂亮 它会觉得很有精神 没有东倒 不会东倒西歪 投入兰花种植已经十多年了 一开始也是因为家中长辈 接触兰花后 再加上自己的个性 慢慢喜欢上这些娇贵的植物 只是要跟他们相处 得要很有耐心 如果你刚开始没有整理的话 到最后要开花出货的时候 要整理的时候 的磨损会比较大 兰花不是只有整花 浇水施肥 更得要有温室恒温控制 才能让他们长得漂漂亮亮 出去见人 但想要兰花产业继续发光发热 消费者有新鲜感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有不同新的面貌 得要靠培育新种 不是只有单单一直重复种同一种兰花 就是像这样的小动作 他们叫做培苗 也就是把这两株兰花交配成新的品种 但是要等到他长出果家 然后培育成新的苗 再开出新的兰花 这段期间要等大概三年的时间 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耐心 不愿意等 因为得要等四到五个月长出果家 然后再等他慢慢长大 甚至要确定他能被市场接受商业化 最少七年 在讲求快速有效率的时代 理事长说 其实年轻人在理解背后的原因后 都还是可以接受这漫漫长路 就像我一年可能育种两百个国家 为什么那么多 因为我要从里面要挑选出好的东西 确实也不容易 育种确实是一个不好做 如果拿到这个话 我怎么样改良到市场上 哪一个地方有可以接受的 那要去往那个方向走到 我们讲说叫做目标性的生产 那确实这个是未来年轻人要做 而且年轻人绝对可以做得到 花展开的时间不长 但育种时间很长 有前辈一路上都在坚持育种的工作 过程当中需要突破层层关卡 一旦看到它慢慢结花苞 再开花 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样 尽管这时间等童鱼已经上了小学 满满成就感难以形容 然后你就看它成长 然后一路的茁壮 然后到开花 开花的时候更让你着迷 因为你在开花的时候 你进来有花梗的时候 你就要插铁线 然后看它整个花的生长的方式 打斗 然后得一个性状排列 其实有时候晚上的时候 我都会静静的一个人到了花园 持续有新一辈人才投入育种工作 才让台湾兰花王国的称号 得以不断延续 甚至曾有大专院校成立了 兰花产业应用学士学位学程 透过业界实习 让年轻人亲身体会兰花的未来无限潜力 不过每年高达七十亿的内外销产值 还是希望可以用不同方式 让兰花更走进民众的生活 尤其藉由宗教用花成为一个生活习惯 力拼扩大美虚 国内的消费者对于花的采购 比起日本欧美年消费量 消费金额还是远远低于欧美日本这些国家 所以我们希望说 培养消费者的所谓的生活美学 日常用花 生活用花 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导 让我们也扎根在小朋友身上 甚至在总统520就职国宴上 也能看到蝴蝶蓝的身影 透过更多元方式 延续台湾特有的兰花使力 你能想象年纪轻轻20多岁就出现胃溃疡吗 现在很多人不吃早餐空腹 喝拿铁就是一个原因 喝咖啡是现代人的习惯 根据统计台湾平均一人一年要喝到122杯咖啡 喝咖啡有一些好处 可是对于有胃肠疾病 特别是有消化性溃疡 或未时到逆流的人来说 喝咖啡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当然如果不喝咖啡最好 那如果要喝的话 不要空污喝 空污的话咖啡因的吸收会更快 对胃酸的刺激会更大 那造成的症状会更明显 那第二个如果要喝的话 黑咖啡会比拿铁来得好 拿铁主要是牛奶的成分占多数 那牛奶是高蛋白 会刺激胃酸的昏迷 所以如果这个店要喝 还是以黑咖啡最好 咖啡现在几乎是一般人 生活上面时常必备的饮料 那可是又偏偏有不少人 喝了咖啡之后会觉得胃不舒服 那所以在肠胃科的门诊 时常会被病人询问到说 医生我到底可不可以喝咖啡 以及喝什么咖啡会比较好 那我跟大家分享说 其实咖啡里面有咖啡因 那很多人喝了咖啡之后 确实会有些不舒服 食道阔跃剂收缩 咖啡因是一种带有苦味的化合物 它会透过许多途径 像是口腔和胃内的苦味受体 来刺激胃酸的分泌 并降低下食道阔跃剂的功能 所以我建议有胃食道内流的人 要尽量减少咖啡的摄取 美国的哈佛大学的研究 7931个人的研究 证明了一件事情 咖啡喝了之后 胃食道内流真的是出现 而且是相关 那现在因为咖啡因 它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它会刺激胃酸 第二个它会影响睡眠 所以一般我们期待就是说 如果是长辈 我们希望在中午之后 尽量不要喝咖啡 除了胃食道内流患者 要减少咖啡摄取 一般人来说 建议一天不宜超过三杯咖啡 也就是咖啡因总量超过300毫克 不仅可能引起胃酸内流 还可能导致心悸或头痛 量一定要控制 适当的量会带来一些好处 那过多的咖啡会带来 消化到疾病的一些症状 也会带来胃酸逆流 或者是胃溃养的胶状 水果 蔬菜 膳脂纤维 或者是维他命A 是可以降低溃养发生 不过对于吃了刺激性食物 例如麻 辣等饮食 会引起互动的难说 建议您尽量避免 这一类刺激性的食物 来减少造成互布的不适 拿铁就是比美式多加了牛奶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牛奶 有蛋白质的成果 会导致我们胃酸分泌的更多 虽然说拿铁里面含有牛奶的成分 它在刚喝下去的时候 其实会迅速中和胃酸 没有错 但是它因为这个牛奶成分 里面的一个蛋白质 还有钙质 都会促进这个胃酸 在后续的一个分泌的高峰 拿铁深受大家喜爱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喝拿铁 像是胃酸逆流或胃溃疡病友 咖啡因和牛奶 都可能刺激胃酸分泌 进而加重胃酸逆流或胃溃疡的症状 而高胆固醇病友 拿铁中的牛奶含有饱和脂肪 对于高胆固醇病友来说 摄取全脂奶可能会不利于血脂 拿铁中的牛奶所含的蛋白质和钙质 也会刺激胃酸的分泌 而牛奶中的乳糖 对于乳糖不耐症患者而言 也容易造成腹部的不适 所以我建议有乳糖不耐症 需要限制蛋白质或控制热量的人 黑咖啡会是比拿铁更好的选择 医师提醒想用咖啡 又避免胃酸过多 或是胃食道逆流胃溃疡 等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其实第一个关键就是在喝咖啡时 要让自己的情绪 是不要处在紧张或压力的状态 尽可能与医师充分沟通 了解身体状况 别让疾病恶化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